開會跟假期的結合掀起了業界的一個新的話題 淡水福隆推出了遊河會議假期 我們今天來採訪淡水福隆的協理 林芳文協理來談談這次會議專案的特色的內容 謝謝你說 我們這次的專案主要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坐船來開會 然後藉由這個藍色公路 能讓你一開始開會的心情就不一樣 但會議室有什麼樣的特色嗎 好 我們這邊的會議室 其實我們從最少的30個人到最大的1000個人 都有大大小小間 但是全部有一個特色就是海景會議室 那餐飲方面呢 好 餐飲的特色大家都熟知 我們在淡水福隆最有名就是阿基斯茶樓 去年我們也得到這個世界奢華餐廳的大獎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把他安排在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專案裡面 另外一餐呢 再會享用到我們的自助百會 這也是一個海景的餐廳 哇 聽起來真的很不錯耶 那我們今天謝謝協議金的訪問